《刀劍神域》是日本輕小說作家川元利的作品 故事中的主角在虛擬世界的名稱為童人 因遊玩SAO虛擬實境遊戲世界而捲入了死亡遊戲 故以此為開端牽扯進各種的虛擬世界 《刀劍神域 彼岸遊盡》是本系列動畫《刀劍神域》為主題所改編的遊戲 故事是從童人受邀參加新的虛擬實境線上遊戲《Underworld 測試》 在遊戲內與AI少年尤吉歐與少女愛麗絲成為自交 一同面對《Underworld 世界》的考驗 遊戲劇情是從動畫前半部《Underworld 》展開 一路進行到動畫篇的第24話 之後就進入到遊戲的原創劇情 故事將會有新角色少女梅迪娜登場 她的身上背負了命運和使命改變了世界 玩家除了在遊戲內體驗劇情之外 遊戲中還可進行任務、採集、釣魚、料理、找尋道具等實地探查要素 在戰鬥方面運用劍擊、技能、神聖術、聯繫等技巧 進行的即時戰鬥系統 在戰鬥裡能一鍵切換操作同仁或夥伴 對夥伴下達指令指示後 自己也跟著施展技能 便會發動技能連鎖 與夥伴之間的聯繫將會是勝利的關鍵 遊戲支援線上多人遊玩 在通過動畫24話的劇情之後就會來開啟 最多可讓4名玩家連線合作 並各自攜帶一名NPC隊友 組成最多8人的隊伍進行冒險 刀劍神域彼岸遊鏡 除了遊戲獨有的新角色、新劇情之外 還有熟悉的角色施奶、莉法、荔枝貝特、希莉卡等等都會登場 無論你是否已經追完了動畫刀劍神域、Electoration 都可以跟同仁一起體驗不一樣的underworld的劇情和故事喔